台湾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蓝绿的这些的小党 其实这些的小小党 他们很有小党的焦虑感 因为这次选举 如果这些小党 我认为这次选举 没有办法呢拿到三席的 没有办法过门槛的小党 大概就没有了 大概就是接下去呢 基本上就是扫进历史的灰烬里头 那尤其这些小党里面有两个小党 一个叫时代力量 另外一个叫亲民党 这两个党因为上次选举的时候 坦白讲不小心的 都过了那个门槛 使得他们这一次 这两个小党 虽然推不出自己的领导人候选人 但是他有一张领导候选人的门票 这个门票还蛮值钱 而且他有保鲜器 你这次不用下次没有 你想我如果有一张的门票 我就只有这一次可以用 就跟你看电影一样 就只能够看这一场 那你就很犹豫吧 这么好看的电影 我就只有这一场 我如果没有去看的话就没有了 所以我一定想要把这种门票给用了 或者去换个什么 好这两个党他要什么 第一个如果你今天要用我的这张门票 门票很值钱 那你总要换 那你可能要提供两个 第一个 我的这个党要选举 选举要花钱 小党募款很困难 你要想办法帮我募点钱 我需要经费 这个可能台面下台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拉抬我这个党 你要让我 让我这个党的人气 因为你选领导 我之前我门票给你用 你选领导人 但你选领导人 就挂着我这个党 然后如果你的 你的身世水涨船高 我的党的党的政党票 就跟得多啊 如果你的行情好 我的政党票跟得上来 我就有机会再过 那个三三席的门槛 这是大家都知道 相互为用 上下交相贼 所以对于有门票的政党 小党 对于缺门票 但想参选来讲 这是一拍即合的事情 好吧 那现在尤其当郭台铭不选 郭柯王的结盟 没有办法共推一个候选人情况之下 你看到王金平的表态越来越清楚 而当他表态的时候 包括郭台铭都表示支持啊 那因此王金平 现在就是看 他跟宋楚云谈的怎么样 如果以王跟宋两个人要谈这件事情 我认为不难 因为一拍即合 各取所需 王金平的能量是不可能当选 王金平的能量是不可能创造多大的声势的 但是王金平的能量 如果适当地拉抬了之后 是有机会让亲民党的政党票增加一些的 因此这个东西是可以谈的 所以这一次 当王金平要做这个表态的时候 我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 虽然不会赢 但是对国民党会有一些困扰 对亲民党来讲 多少多了一次机会